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台南市中西区八级静武帝庙保存辅存彩绘将师潘春元两幅上下重叠的壁画,经已揭取法取下后,前年12月请来专业团队进行修复,预计农历年前完成,目前上层壁画三缸五长途已安置在扩建的后殿,而原本被覆盖在下层的壁画商山四号,则重置于大殿内。 潘春元和儿子潘丽水,孙子潘岳雄都是府城之名彩绘一时五帝庙于寺,五年前遇重建时意外发现镇殿的壁画下还有一幅壁画,经保存多年后,前年尾由高雄科工馆修复师吴庆泰邀集多位各地修复师协助修复,总继有两幅大秦,两幅中行,四幅卷书,同时修复的还有由潘丽水开脸。 潘岳雄彩绘身体的门神。 修复师黄韵如表示,由于壁画被分割成好几块保存多年,缺损比较严重,下层壁画曾被打毛抹灰。 在修复时虽然有旧照片可以参考,但缺损处必须依靠修复师经验进行填色,而因灰泥在湿肝状态下的颜色不同。 全色时也必须反复确认。代理主委陈世卫说,当年独排众议保存旧壁画,就是希望能留下民间一时珍贵的作品,对于修复的成果表示很满意。 而三船电新设计的水车堵,则呈现台南是希拉雅族是坎舍,荷兰时代,明清时期及日治时代四个时期,象征台湾400年历史。